大家好 現在是疫情時期 很多人都待在家裡頭 作為父母有更多的時間跟孩子們在一起 一日三餐當然是要準備的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大紀元資深員工Sonia 她來向大家演示一道她的拿手好菜 Sonia 這道菜叫什麼名字 這道菜叫蔥薑蒜炒大蝦 這是我的拿手好菜 我經常在家裡做 我先生和我孩子特別喜歡吃 我也經常做拿到公司來 公司的同事也說好吃 所以我今天給大家演示一遍 演示以後大家就可以看到非常容易學 容易做 又好看又好吃 下面我給大家介紹一下我用的食材 首先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喜馬拉雅粉鹽 這個鹽據說裡面有80多種對人體有益的礦物質 所以我選擇這個 我是在Costco買的 下面一個就是這個油 這是牛油果油 它的好處就是它耐高溫 然後就是料酒 那麼這個就是美籍鮮醬油 如果大家口味比較重的話 最後用一下 如果喜歡清淡的就不需要用了 這個我用的是選的是大蝦 這個蝦呢叫Extra Jumbo 這個我喜歡這種Size的蝦 在做之前呢 先把這個皮去掉 然後呢把那個水濾掉 盡量讓它保持乾燥 再有呢 就是蔥姜蒜 這個呢把它切碎 首先呢 先把油放進鍋裡 好 油熱了以後呢 可以放蔥姜蒜 把它炒熟 香味出來以後 把蝦放進去 好 現在就可以放料酒 放鹽 這樣呢炒到它變色 變成一個蝦球 就可以了 好了 這個蝦就這樣就炒熟了 這道菜就做完了 你可以看到 非常容易 非常簡單 你可以嘗一下 好 太好了 我來嘗一下 選一個蝦 哇 這每個蝦都非常大 嗯 非常好 而且嘗起來非常的鮮香Q彈 大家確實可以回去試一下 對了 它還有蔥姜的那種清香味 好 謝謝你啊 索尼啊 不客氣